书法五种字体中哪种更好写 书法一般的分成就是 转 立 行 草 凯书 这五种书体 其实严格说起来 哪一种书体都不一定好写 但是呢相对来讲 我认为立书上手相对容易写 我们要把字写好了 有时候需要投入一生的毕生的精英 林贴时为什么我老是林不像呢 其实呢这个林贴呢 像是相对的 而不像是绝对的 所以呢我们在林贴的时候 一定先以像 也就是说形似为目的去学习 这个我们写像了 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创作 这个时候还要像谁谁谁 通过广泛涉猎之后 我在书写的我的这个作品的时候 那么一定会有各类的意识穿插在其中 所以呢林贴的时候要求是像 创作的时候就不要以像为目的了 为什么我写字会淹没是不是太稀了 咱姑且不说淹没的问题就说墨汁 那么每个厂子它的配方不一样 所以它的浓度也不一样 潜水的多少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实践过程中多去试 只要你多调试几次答案就立马就能够得到 学习书法应该用什么纸为好呢 学习书法其实呢我还是觉得用原书纸 毛边纸这是最好的 最好不用那种机制的宣纸 价格相对比较来讲要偏贵一些 更重要的是我们多到这个纸店或者是少量的 买一些这个自己练习用的纸 我试验一下 看看哪一种纸自己写起来最舒服就用哪一种 记得关注再走哦